总统上广播谈疫苗 但这段话惹争议 总统解释疫苗为何难取得 只是口中的他们 现在也被泰国政府认为 台湾总统批评 是他们阻挡疫苗出口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戴苏利 就在推特上澄清 泰国并未阻挡AZ疫苗出口 这是由制造商负责管理的事 这也让府方紧急回应 总统未曾说过 泰国政府阻挡疫苗出口的话 至于AZ泰国厂所生产的 首批180万剂疫苗 将先投入泰国人民接种的讯息 国内外媒体也多所报道 那这中间到底发生 什么事 路透社 国外外媒在报道的时候 可能引用到错误的叙述 然后泰国有学者 那种独立学者 看到之后就转了过去 在泰国的媒体里面 所用的词汇都变得非常激烈 他们用的是 像 专门翻译泰国时事新闻的专业泰议文指出 罪魁祸首则是这一篇路透社报道 疑似引述到错误讯息 导致报道内容变成台湾指泰国优先将AZ疫苗留给自己施打 相关舆论在泰国炸锅 要帮忙澄清讯息 该专业也特别把总统专访翻译成泰文影片 那我们前线的驻泰代表处有做了什么 看看住处粉砖 台湾In Thailand竟是分享路透社的错误报道 未见相关澄清讯息 只说台泰定能攜手度过疫情难关 总统接受专访 本想上支持者喊话 没想到酿出外交危机 TVBS新闻 廖广斌华柔 台湾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